大人测评的年货好物第二弹 低度数高颜值酒水测评 我们把网上热门的12款低度数酒水都买回来了 安排大人测评团三位最吸引人的女生出马 帮姐妹们挑选出最合适新年小小happy的酒水 同时也来考证下他们到底有没有网传那么好喝 我们先把12瓶酒分成4组 果酒 闭口酒 葡萄酒 啤酒 果酒组一共4名选手 梅剑青梅酒 孤香榴莲气泡酒 若饮玫瑰荔枝花果酒 贝瑞甜心麻辣香果酒 这4瓶果酒的酒精含量都小于17度 属于低度果酒 先测评名字最劲爆的榴莲气泡酒 第一瓶咱们先开榴莲酒 我感觉待会马屋都是它的味 已经有味了 已经有味了 感觉我被骗了 它这瓶开盖的时候榴莲味特别重 但是入口它就只有酒精味 没有什么榴莲味 它这个应该有115块钱的味 我感觉真的你要不是榴莲爱好者 为你追着一股气一开盖 你就怼着闻才行 你不怼着闻 血亏 第二瓶贝瑞甜心的麻辣香果酒 吸管CP又增加了 它是青梅酒 然后再搭配黄浆 入口会有一点点辣辣的 这瓶酒就是没有麻辣香果的味道 它跟刚才的榴莲酒一样的 硬借着麻辣香果硬蹭 你们记得那种广告词吗 绿茶青梅来相配 天生是一对 这款它就不是那种 它绿很脆的鸡梅味 它可能就像是我们吃那种 烟熏梅子糖 然后兑水的味道 就感觉就是一种 有任何饮料 第三瓶 梅溅青梅酒 对 颜值真的高 日式圆木峰 你不配个那种几万块的榻榻面 我觉得格级小了 我看到好多网红都在推这款酒 我首先说它入口确实是不错 它就不是刚才那种 麻辣香果酒的那种自辣感 它有一种梅子的清甜色酒的醇厚 果酒组最后一名选手 绿椅玫瑰荔枝花果酒 好神奇的味道 光闻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我仙女 我在那种花海中炝油 喝完之后怎么说呢 多好厚啊 比全堂的奶茶还要甜 这瓶才60多块钱 厂家你是放了多少玫瑰 多少荔枝 你这也再使得加料了 真的 我再喝一口 我掉水了 接下来是利口酒 一共三名选手 莫罗三号 白莉奶油利口酒 龟素酸奶荔枝利口酒 咱们先开第一瓶 莫罗三号 这个酒精味好浓啊 它说我不能接受那种重口酒 前调带一点蔓越莓的味道 后调就是直接辣嗓子 它就不适合日常那种米一口了 小白我不推荐 对 聚会就别喝它了 我喝两口直接啪了 利口酒组第二瓶百丽奶油利口酒 看着就很像草莓牛奶 这个酒啊闻起来它就跟河马里的草莓牛奶一毛一样 但你喝草莓牛奶跟羊酒特别不搭 就好比是林黛玉在配伏地膜 让人非常迷惑 这个酒的味道吧 喜欢的人会特别喜欢 不喜欢的人就接受不了 我个人是觉得还不错的味道 本组最后一名选手 龟素酸奶荔枝荔口酒上场 它居然是好喝的耶 它酒味很大 我觉得已经不能算酒了 就是一个乳酸菌饮料的味道 这瓶是12瓶米最贵的 268块 我觉得照理说它也不应该采雷 小白萌萌冲 酒精度数还不高 没有那种酒的辛辣感 你值得拥有 葡萄酒组一共三名选手 蕾丝领甜白 地利天使之手葡萄酒 帕蕾丝蓝凤领甜白 葡萄酒按糖量区分 分为四种类型 干型 半干型 半甜型和甜型 先开第一瓶 蕾丝领甜型白葡萄酒 我疑惑了 这到底是葡萄酒还是苹果醋啊 这不就苹果醋的味道吗 葡萄在哪里 超级酸 超级色 超级10块钱苹果醋就这味儿 套上这个瓶子 能卖99 绝了 味道我都推荐 但是包装挺好看的 买回家都装饰不住 让我们看看第二瓶 地利天使之手 干型红葡萄酒 这款酒是老网红了 平身设计的非常的艺术 纯的干红葡萄酒味道 没有一点甜味 全是色味 它比较适合像库里那种女生回家 落地窗前喝 配脸音乐喝还是很有那味儿的 葡萄酒最后一瓶是 帕雷斯兰风铃甜型白葡萄酒 它平身还挺好看的 拿去朋友圈拍照 肯定特别臭飘 它说是甜白葡萄酒 味道比较偏甜 也不那么的色 回甘也没有那么的浓 非常非常地淡 就是普普通通葡萄酒的味道 反正我不推荐 啤酒组一共两名选手 粉像樱桃啤酒 心灵啤酒 它俩都是网红热卖款特种啤酒 咱们先试试粉像樱桃啤酒 前调带点苦味 后调带点樱桃味 一瓶18块钱 我觉得对于啤酒爱好者来说是值得 对我来说 我觉得 好喝 最后一瓶酒是心灵啤酒 这瓶宣传说是无纯啤酒 确实没有酒精味 有一股很明显的麦芽味道 倒出来居然有啤酒的气泡 就当喝一个酒店安慰剂了 经过测评员们一番激烈的 顿顿 也就是讨论之后 终于从12品酒里 选拔出了最值得推荐的三品酒 排名不分先后 龟宿酸奶荔枝荔口酒 总结 适合新手品鉴 味道不挑人 低度数不宜醉 低利天使之手 甘型红葡萄酒 概括起来就是颜值高 味道正宗 入门款甘红葡萄酒 没见清美酒 一句话 同等价格里性价比最高 味道最清爽的清美酒 这次大人选的酒 都是低度酒 比起传统白酒的好饮 低度酒本质更倾向于饮品 过年嘛 咱们享受一个微迅的轻松状态就好了 最后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不管是小酌还是顿顿顿 喝酒都挺上身 回家喝姐妹小剧 也千万不要贪杯哦 别忘记给大人点赞 这里是大人测评 一个专注女性消费的测评频频道 好 好 好